詞曲 李宗盛 寂寞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寂寞 詞曲 李宗盛 且若易之 服務德之所當 而恰之所為出夫斋 且若... 而且呢 你知道 服務德之所當 那... 這個德呢 之所以會蕩然無存 叫 德之所當 德荡然无存之后呢 再来就是什么 自知所为出乎 出乎斋呀 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失去了他的道德 而只剩下聪明才智呢 聪明才智就跑出来了 道德是怎么失去的 聪明才智是怎么出来的 你知道吗 这个字 这个字讲的就是 不是那种智慧的字 讲的是聪明才智的字 制作聪明的这个字 前面讲的这个 卫君就是属于说智者 这种字 制作聪明的人 那这个智呢 也代表一种知识 知识的丰富 现在所谓聪明的人 就是他知识很丰富 所谓的智者 就是知识丰富的人 实际上很多道德 不是智的 智慧无穷 但一字都不是 那有人是根本没有智慧 但是知识很丰富 聪明才有很多 道理也有很多 也很老说的 没有智慧 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德呢 德是每个人都有的 天生就有的 道将在我们身上就是德 大德者 大道必有大德 大道是本来就存在的 那大道就好像大水 灌到每一个池塘里面都饱的 池塘都是水 池塘都得到这个水就要得 我们每个人都得到这个道 所以充满自己的生命就要得 所以得就是得道 得者得也 得就是得道 道就是光明 就是灵性 就是智慧 你得到这一切了 就是永恒 你得到这一切了 就叫做得 那为什么失去了呢 为什么荡然无存了呢 他说得荡乎明 一人失去了得 没有得了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明 要求明啊 原因在明 我们人啊 有意无意都落到这个明里面自己不晓得 明下面还有一个字是什么 不是 不是 不是你 明赤 有没有听过 赤 嘿 出来了 对不对 那你第一名还是第二名 那你最威名 对不对 他有个字的啊 小孩子哪懂什么利啊 小孩子知道明啊 对第一名的八婆啊 对第二名的 违败了 最后一名的 那也要笨手 是不是 明赤啊 这个赤地出来 到哪里这东西都充满了 大家就要比啊 比个高低啊 德就没了 无德就在这里了 就在比这个了 是不是 整个人类的社会都是在这个 都在比这个的 明赤明赤 甚至它是一个 刺激竞争的一个东西啊 变成刺激进步了 你要弄个名赤出来 它才会进步啊 对不对 这已经变成一种风俗了 什么都要拼个名赤嘛 做什么都要拼个名赤 叫我第一名 不要拼个名赤啊 这个电视节目也要拼这个啊 收视率嘛 要拼这个啊 收视率第一名就要开相宾啊 庆祝啦 是不是 各种的奖啊 都是名赤嘛 大家就要看到这个有名赤的 哇 现在最最最最欢迎的节目 就是那些拼名赤的嘛 什么什么超级偶像啊 什么星光大道啊 那些 那拼看谁 谁是第一名的 所以得而当不名啊 我们争名赤啊 会觉得 站到第一名就表示我是 对的啊 我是好的啊 我是最强的啊 你只要有了争名赤的心啊 得就没了 得就荡然无存 得就没了 有没有 有没有 观之音菩萨大四智菩萨 两个在争名赤的有没有 没有的嘛 对不对 有得之人会争这个吗 绝对不会的 一旦在乎名 一旦在乎名 得就没了 但是我们很不幸的是 我们从小就被鼓励啊 就被这个名赤所鼓励 所逼迫 对不对 那你为了要取得好的名赤 就要用你的聪明才智啊 自出乎争 就要争了 我想办法 这种聪明才智就从那个争出来 要争名赤嘛 争什么就争名赤啊 就争名赤啊 要争名赤 当然不能光要争就好了 不能胡闹啊 我一定要啊 不能这样子啊 不能大哭大闹啊 你要拿出你的聪明才智出来 争啊 所以说 名也者 相亚也 所以名就是互相 压迫的嘛 叫相亚也 这个名次嘛 第一名 压迫第二名 第二名呢 又要超越第一名 相亚也 这个亚的意思就是说 互相压迫 互相挤压的意思 那当然不只是互相挤压 你要怎么样子从落后追到领先 就要靠智了 智也者争知弃也 所以大部分人动脑筋啊 我们凭良心啊 真的大部分人动脑筋都动在怎么样子 超越 怎么样提升自己的名次 从小就受到这个训练 甚至企业家也是啊 已经赚那么多钱了 但是他要的不是钱 他要的这名次 明星已经是大明星了 他要的是 我是A咖还是B咖 简单的说 还是C咖 听得懂吗 一天到晚看电视才听得懂 像领导点还是又不懂 A咖 B咖 我们在共享 就是B这个啊 看你是不是这个咖 简单的说 有的更糟 像我们这种都没咖 你咖 怎么都不是 所以 鸣 互相压迫 智呢 就是斗争的武器 我们的 动脑筋都动在 聪明才智力用来当作斗争的武器 当作斗争的武器 所以为了要提升自己的名次 他也不想说求利了 就为了其实很多人不是求利的 利真的是有限 我花了那么多钱吗 花不了的 我要的是那个名次 要的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所以人争一口气嘛 输人不输丁嘛 不能输 我不敢于输的感觉 一定要赢 我一定要赢 就这种输赢 拚输赢 对不对 所以聪明才智都用来争 争名次 提升自己的名次 然后社会也用这种方式 社会国家也都用这种方式来 来吹发别人的聪明才智 聪明才智都用在这里 不是用在礼让 不是用在慈悲喜舍 都用在争 大部分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争 都用在争 道场也一样啊 把这套 道单全收 用名次来刺激你进步 是啊你进步了 但是德性没了 德荡乎名啊 对不对 一旦征就有嫉妒了嘛 对不对 有嫉妒就有怨恨啊 通通出来了 那还有什么德呢 人的那种相亲相爱 互相信任 互相扶持 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所以恶者凶器啊 非所以进行 所以这个名和字啊 这两者是凶器啊 是凶恶的武器啊 不好的东西啊 所以进行 那是不能够让你呢 进行啊 不能够让你呢 跟随你走一辈子的 不能让你好好的活下去的 啊 会让你一路上呢 心路难啊 举步艰难 那 你不要用这两个东西陪伴你走一辈子 我人生 就是要求明 就是要证明自己可以一直往上 不是德性往上 而是看得到的往上 说德性太抽象了 那事实上就是这样 看得到的 有行有像的东西就比别人强 明像明像 明要有一个像才行 你说这个人道得很高尚 那没办法评分的 没办法评分的 要有评分的啊 赚的钱多少啦 事业的大小啦 甚至道场的大小 道心的多少啊 这也证明哦 这也证明啊 你不能讲空话 要直接拿出数量出来嘛 量化 明次一定是要量化的嘛 这个是没办法走一辈子的 这不是行道啊 这不是行道啊 这叫先迷失道 迷失了 迷失了道路 那不能怪啊 不能怪众生 那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 社会教育 国家教育 家庭教育 都是走向这里 从小兄弟姐妹就在比个排名啦 就是这样的 就在比排名啦 用这种方式啊 来刺激啊 自作从很多父母进去就这样 刺激兄弟姐妹的 你看看 你妹妹怎么那么厉害啊 你看看 你姐姐你看看 你替她提鞋子都不配 呵呵 兄弟姐妹最后都变仇人 我很多兄弟姐妹 长大以后变仇人 因为比嘛 就在比嘛 那比都是父母亲造成的 那社会造成的 小孩子生下来应该是相亲相爱的 人的天性是相亲相爱的 开始落入这种名语争以后就完了 聪明才智都用来争 所以这是凶器啊 好 今天检讨到两点 今天还没有谈怎么样子去救人 先问自己有没有陷入困境还不小的 第一个 你有没有忧愁 告诉你忧愁的原因在哪里 答念太多 胡思乱想 放纵自己胡思乱想 对不对 第二个 你是不是自以为自己很有道德 事实上是谋德之人 因为你好名 因为你老是要好征 好名好征 你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怎么样跟人家争 怎么样证明自己可以比别人强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没有德了 没有德 所以无争三昧 不争之德 不争才有德 不争才有三昧才有禅定 一争就没有禅定 不管你争得多有理 就没有禅定 所以我们 人类社会已经有意无意的走向一个明 一个争 很简单 一言以蔽之 很容易了解 但是我们不晓得 我们身在这个罗网之中 东西一生就在争这个 就在争这个 自己都不晓得 然后为这个东西合理化 为自己的争排名合理化 甚至神圣化 合理化也算了 进入道场变神圣化 变神圣化 国位也有高低的 大地和大仙那差很多 那差很多 天佛院也要分好几等 这好像可以刺激你进步 这就是落入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 一种反道潮流 自己都不晓得 制作聪明 就把人心用到道心上面来 就不了解什么是道心 道心一定是无所争的 一定是没有名相的 当然源源不是这种人 但是他告诉你 世间人要的就是名就是真 他告诉你是这个 所以他说 且得后信枪啊 未达人气 明文不正未达人心 所以你如果道德很厚 然后信枪 就是很诚信的意思 你是一个 所以得后之人就是他这个诚信君子 他不是图求表面图求名相的 你光得后没有用啊 光你诚信也没有用啊 未达人气啊 但是你跟人气啊 气柄不同 那同气相求嘛 什么叫同气相求 你满嘴酒肉蒜 葱蒜的味道 当然跟葱蒜酒肉在一起啊 对不对 那你吃素人跟他气就不同了 这就口气来讲 这是比较具体的 温得到的 抽象就是那种气质不同 气柄不同 所以他跟你就有隔阂啊 世间人要的就是 要出名嘛 简单的说 要出名 要有好的名声 那我们道心 只有一罐多就没什么好名声 呵呵呵 一罐多 多大 呵呵呵 那什么都不用证据 就直接讲说 哎 邪教了 邪教 就好了 很多道心出去不敢讲说 我有一罐多的 名声不好 我都 这是上天色考 就是要 就是要让你 没有这个名 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要说基督徒就很骄傲了 对不对 我慈激的 哇 好啊 名声就好 一罐多的 呵呵呵 可是没有办法 世间人就是这样子啊 为达人气 你道德再宽厚啊 再诚信啊 人家不受用嘛 所以说 言源当然是得后信枪之人啊 啊 啊 可是人家不受用啊 如果是你道德高尚啊 我就不重视道德嘛 你知道 道德高尚我对我毫无意义嘛 毫无意义嘛 像我以前 当兵啊 啊 这个 不是当兵啊 就是那个 那叫什么 点月召集啊 当兵以后再回去 然后 哇 再 一千多个人啊 好多人喔 好多阿兵哥回去啊 然后吃素的只有一桌 那那一桌呢 有十个素食便当 但我们只有三个人 所以有七个空的 哇 那有的人他就是 一个人吃一个便当不够饱 他要吃两个嘛 就有个贪心的就 哦 这桌怎么人特别少 就跑过来坐 哦 你说哦 一桌货 一桌货 一个人可以吃两个 他坐下以后呢 开动了 他把 便当一打开 嘶嘶 开始骂了 嘶嘶咪啊 开始三次军就出来 就赶快跑掉了 你再好我就不喜欢吃这个东西嘛 对不对 好有什么用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要面对世间人 就是这样 他好鸣 他好争 他喜欢听到的是这个 他用鸣 然后哇 可以争 争盛 争强斗盛 听到这个 他就热血沸腾 因为他已经被洗脑了 那你去跟他讲 哎呀 无所争啊 无所求啊 听得最早的还算是好的 把你赶走的是多了 不要说一口 听不进去啊 谁吃你这一套啊 这也叫 味达人气 明文不争啊 味达人心 你无所争啊 我不争名啊 不争利啊 我道德高尚啊 但是 没有同气相求啊 气柄不同啊 我心里不想追求这个东西啊 我要追求的就是要名望 要地位 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你要面对人心的这个问题啊 不是光说这个道理很好 要灌输给你啊 我们不要争啊 无所求啊 无所争无所求啊 那听不进去你也没办法 白讲的嘛 白讲也就算了 最怕的是什么 而强以啊 仁义神末之言 恕报仁之前者 我们勉强的啊 用仁义神末之言 我们说哎呀 你要仁义道德比较重要啊 爭名图利啊 是不好的啊 有什么好的呢 对 那么好征那么好名 追求名次 就是道德荡然无存 如疾如疾啊 那听了不会感动 越听越气 我一生追求就这个 你把我否定了 我又没话讲 对不对 那我很气的耶 听了就很讨厌耶 我就知道追求名利 你叫我 不求名不求利 这种人生 道德高尚 我干嘛这样活着 我人生就是要有大名大利啊 要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要方形嘛 简单的说 要风风光光的 一景还乡啊 证明自己是个强者 整天人梦想的就是这个啊 大家都哇好佩服你啊 你真厉害 真有钱 真有饭饭 很多人一辈子追求的就是这个啊 对不对 很多钱到一辈子想的就是我 行车载的美人 就是这样子而已 香车美人啊 对不对 那坤道的话就要像阿真那样的 你全身都是哇 赞表啦什么的 他红行的 你跟他讲这个啊 洗净千华 这通通脱掉 脱掉脱掉 通通脱掉 一无所有 一寒交共 有道就好 道德高尚没错 气死人啊 对对哦 强以人 强以神末之言 恕报人之前者 是以人乌有其美也 命之曰灾人 所以等于说你在指责他 你没有美德嘛 你有美名有美利而没有美德 你在指责这个人 你无吉有什么好 你无名有什么好 没有道德 没有道德准备怎么样 得要 下地狱吧 气死他了 啊 气死他了 所以他叫灾人 灾就是灾祸的意思 他觉得你是带来灾难的 他不认为你是带来糊气的 你叫我放弃一气啊 耶稣就是被人家认为 你是在降灾给我的 不是降糊给我的 人家欺负我 你没有来帮助我出气啊 你还叫我说 人家打你的左脸 还要把右脸伸给别人打 人家得罪你七次啊 我原谅他七次还不够 你要原谅他七十个七次 这是太离谱了吧 做不到就是道德不够 这就叫人亦沉默之言 恕暴人之潜啊 去在这种暴徒的面前去讲这些啊 是以人物有其美也 就等于说是好像在讽刺我 在讽刺我说 我没有美德 你有聪明才智 有社会地位 我看不起你 你没有美德 命之曰灾人 所以这个叫做灾人 这个人家会觉得你带给他灾祸 灾人者人必反灾之啊 若带为人灾祸 如果人家觉得你是来伤害我的 带给我灾难的 那我一定攻击你嘛 反灾之嘛 反而来攻击你 带给你灾难 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人必反灾之 得贷为人灾祸 那么你是想要去受人的伤害的吗 灾就是伤害的意思 灾也是伤害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 人家会觉得你是来伤害我 也不是来帮助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最重视的 你跟我讲那个不重要 很多人 我要来修道是为了我希望得到名利啊 得到健康财富啊 得到世人追求一切啊 证明自己 我透过修道 我可以更上一层楼啊 可以更上一层楼 还是在有情有相 今天你告诉我 不是这样子 修道要把这些放弃 有也好 没有也好 但是连命都可以不要 召闻到戏死可以 早上求到晚上死了就可以了 这听得进去吗 听不进去啊 不达人心不达人气 对 谁听得进去 你讲这些话是在诅咒我的 那我要受穷受苦受灾受难啊 所以人家就是 反过头要攻击你了 灾人者人必反灾 所以你难道要去受灾的吗 受人家的攻击伤害的吗 好 我们今天就讲这里就好了 就注意这些问题 我们要面对的 第一个是自己 第二个是别人 面对自己的是 你有没有很多的忧愁 有忧愁又表示你没有道士 为什么有忧愁呢 妄念太多 第二个是你要面对别人 面对别人你不要光想说我要有很好的东西给你 你认为好的人家不见得认为好 他来讲的 我们一个素食便当我们觉得很好吃 对一个吃肉的人来讲 我拍摄也不会说 只有补草 好像有在补草 像牛在吃草一样 有什么滋味可以 因为觉得你是来伤害我的 是来讽刺我的 是来批评我的 是来否定我的 他就要来攻击你 那世间人重视的是什么 就是明和真吗 你要面对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还没有啊 还没有讨论完 下诞课再来讨论 我们不能光想说我要把好的东西给你 他心中的好不是这个 如果你否定了他 你心中的好根本就是坏的 你就跟他结仇了 他穿一件 自以为很漂亮的衣服 你说 哎 真聪明 哦 俗弊了 哇 那你就得罪他了 对不对 那就得罪他了 我们救到人很容易得罪人 很容易得罪人 因为世间人跟你接触的时候 他感受到的 虽然你道德很高伤 我们没话讲 那他感受到的是被否定 他感受到的是 我在这里得不到我要的东西 他感受到的是这个 我要的不是道德嘛 我要的是战胜 战胜别人嘛 不是战胜自己 我要的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强 我要的是为所欲为 我要的是胜利 是成功 世间的药是这个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对不对 你要度化众生 你要了解众生啊 众生要的是什么 才能谈要怎么去度化他 当然第一个 你先要让自己有道心 心中有一大堆忧愁 人是没有道心 好吧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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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